嗨大家好 我是許恆佳 過去30年來 我的工作是在台灣 澳門陪伴高中大學生成長 教養子女在我們華人的社會當中 是一個永遠不退燒 卻總是糾結的議題 我們很容易注意在氣泡點上 每一個階段 從嬰兒期 幼兒 學前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一直到國高中大學的時候 卻有面對不完的叛逆跟衝突 這個挑戰其實是忽略了教養的終結目標 就是我們要希望孩子能長大獨立 但是長大獨立是什麼樣子呢 在子女還小的時候 這的確是很難想像 孩子不要走歪 要不要變壞 要學習表現很好 要很開心很快樂 聽起來很美好 但又很空泛 我的工作讓我看到 長大是有樣子的 在我看到學到的東西呢 用在我自己三個子女的身上 而且在關鍵的時刻呢 發揮作用 我們家老大呢 是姊姊 她從小就成績很好 但高二的時候呢 因為找不到讀書的意義 於是呢 休學了半年 去難以打工換術 回來復學之後呢 大學學者 竟然考人蠻積分 老二呢是兒子 從小他的思考方式呢 就很特別 國三的時候呢 就離家出走 過了三天 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台北被找到 他習慣從行動當中學習 因此後來決定呢 不讀大學 直接進入職場呢 磨練出獨當一面的能力 老三呢也是兒子 從小愛交朋友 話很多 問題也很多 然後呢 成績不怎麼樣 但是他到了國二 他的成績都突然變好起來 而且維持的那個學習動力呢 一直到現在 我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之後呢 引起網友的討論 你們呢 怎麼可以這樣教小孩 你們是怎麼做到的 三個孩子呢 都有自己的樣子 這很挑戰耶 我想這也是你在面對自己孩子的問題吧 因此在放手不放養這本書裡面呢 我把這些方法整理出來 這套方法呢是去注意孩子心裡的四種狀態 就是V S A I V呢是願景 就是子女在乎什麼事 S呢是策略 就是在乎的事為什麼沒發生 A是方法 就是幫助子女找到一個完成V的方法 I呢是讓孩子在行動當中 讓他在乎的V能夠發生 然後會有結果 最後呢前面提到長大的樣子就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善良的人 而且心裡想得清楚 說得明白 靈活應對把事情做到 這本書裡面呢穿插的我的子女啊 我的學生啊 在不同年齡發生的故事 這些呢我都用VSAI的結構呢 把他們串起來 讓我們看到一個人完整的成長過程 希望透過這本書呢 讓讀者們看到這個過程 是怎樣發生的 我在這邊也邀請父母 家長 老師 以及所有關心教育和教養的朋友 一起來看一下 怎麼樣支持這些子女長大 成為一個獨立 又有力量的年輕人